哈喽 歡迎回到區塊鏈日報 就要跟大家來的話題是 民主黨的總統參選人Kamala Harris 現在也要轉向支持比特幣了嗎 如果喜歡今天的節目 麻煩幫我點個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開始吧 就要跟大家來的主題是現在的VP 就是副總統Kamala Harris 也是民主黨非常非常有可能 2024年的總統參選人 在昨天有越來越多消息指出 Kamala Harris可能會參加這一次的比特幣大會 就是週末舉行的比特幣Nashville Kamala Harris也有可能會參加 那我們今天就來討論一下這件事情吧 那在頭條可以看到 Kamala Harris could be far more open to crypto business Mark Cuban says 那Mark Cuban是誰呢 Mark Cuban就是這個達拉斯小牛隊 NBA達拉斯小牛隊的這個老闆 那他同時也是這個加密貨幣 非常非常早的投資者 那在昨天這個Mark Cuban就表示說 Kamala Harris可能會比這個Joe Biden 就比拜登總統 對於這個加密貨幣還有AI板塊 持有一個更加open mind 就更加開放的一個態度 那往下可以看到更多消息 基本上Mark Cuban就在說 Kamala Harris的團隊有這個接觸他 就是有接觸Mark Cuban 還有很多這個對於加密貨幣板塊 比較熟悉的一些這個生意人吧 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試圖想要了解 加密貨幣的板塊 還有這個Innovation 就是很創新的板塊 像這個AI啊 像這個人工智能這方面的東西 那下面Mark Cuban表示說 這個如果民主黨改變他們對於一些這個 創新產業像加密貨幣 AI這些東西的持有一個更開放的態度的話 就變成可以給這些相關的生意更多的機會 因為現在我們都知道過去的四年裡面 這個拜登政府他們的政策 對於加密貨幣是處於比較封閉的 那關於這件事情我相信不用多說 從這個SEC這個多次找這個加密貨幣相關公司 跟這個項目的麻煩 還有這個告Coinbase 告币安 各種跡象都可以顯示出來 這個民主黨對加密貨幣不是這麼友好 但是這件事情會不會由Coinbase這邊就改變了 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討論的東西 那我們下面可以看到HIRES團隊 他們已經Reach Out 就是跟很多加密貨幣裡面的這些高管有聯繫 並且試圖了解這個板塊 那離這個8月民主黨National Convention 就是民主黨大會 其實只剩下大概四周左右的時間 那在民主黨大會上 他就必須要給大家展示出來他的一些政策 跟他的這個政策走向是往哪個方向 那在最後的這四周 他有沒有可能對於這個加密貨幣的觀感 產生一個180度的大轉變呢 就是大家值得關注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個要帶大家看 就是這個David Bailey 的一個EX的推文 David Bailey 呢 他本身就是這個比特幣大會 每一年的這個創辦人 那這個推文就在說 We are in talks with Kamala Harris campaign For her to speak at the conference We'll be very savvy of her to reset the Democrat positioning on the fastest growing voter block in the country They are making up their minds today 就是說我們今天有在跟這個Kamala的這個競選團隊 這個有在溝通 那這將會是一個非常非常聰明的事情 因為我們都知道民主黨之前 是這個對於加密貨幣比較反感 或者是比較打壓這個板塊的 如果可以再次這個改變他的態度 當然對他這個得到一些額外選票呢 一定是會有一些幫助 那他們今天會做出這個最後的決定 但是很遺憾的在最後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今天稍早 就是我錄影片前的一個小時多的時間吧 就出現這個新聞 比如說這個Kamala Harris 是不會出現在比特幣大會上 所以你也可以說 在他這個思考一天之後呢 他的這個回答是不會出現在比特幣大會上 到時候我希望大家看到的東西 是一些背後的邏輯 就如果三四年前我告訴你 這個比特幣的議題 會成為這個總統大選 這個攻防戰主要的議題之一 我相信沒有人會相信這件事情吧 但是現在我們很明顯看到 川普已經變成一個非常非常Pro Bitcoin 就是支持比特幣的參選人 然後同時這個RFK 就是另外一個獨立參選人 Robert Kennedy Jr. 也會出現在比特幣大會上 那這兩天呢 這個Kamala Harris 也有可能在考慮這個出席比特幣大會 那雖然說最後他的決定是不出現 但是事實就是呢 他也有在考慮這件事情對吧 所以你也可以說呢 這個這一次的2024總統大選 已經成為第一個比特幣大選 或者是加密貨幣大選 就加密貨幣跟比特幣呢 已經成為這個2024年總統大選 很重要的一個攻防戰的議題 對於這件事情 我其實在過去兩年間呢 就不停的提到這件事 就我相信在未來的某一次 這個美國中的大選呢 這個比特幣跟加密貨幣呢 就會成為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攻防戰的議題之一 那沒想到這個事情發生的這麼快 在2024年呢 就已經出現這樣的一個跡象了 那雖然說結果 Kamala Harris 還是不會出現在比特幣大會上 但是呢 我也可以理解 因為你有辦法想像嘛 因為他畢竟是拜登的這個副總統嘛 那在過去這個三年半的時間裡面呢 這個他們團隊他們這個執政團隊呢 對於加密貨幣呢 是非常非常不友好的 那如果你說在最後的這個半年的時候 他突然變得友好的話呢 那這樣子讓人感覺是沒有任何的誠意啊 就是你今天打壓的這個板塊 打壓了三年半 那現在要選舉的時候呢 你有180度的轉變 突然變得對加密貨幣很友好 然後想要這個企圖使用這樣的方式 得到更多選票的話呢 那我相信大部分的美國公民呢 也都不是傻子哦 也都可以看到這個過去三年半 你是怎麼對這個板塊的 那在最後要選舉的時候 你突然變得友好 我也不相信他會因為這個決定呢 得到多少選票哦 但是就像我說 大部分的東西呢 都是表面上看到的東西哦 那假如說今年這個2024的總統大選 是由川普大勝的話 我講的大勝是用這種 碾壓式的方式大勝的話 那下一次2028年選舉 那接下來的這四年裡面 民主黨對於加密貨幣跟比特幣的這個 觀感啊 還有這個看法呢 會不會改變呢 因為如果在2024年總統大選 因為川普這個持有一個Pro Bitcoin Pro Crypto 就是對加密貨幣跟比特幣 很有好的姿態 讓他以碾壓方式 得到這一次選舉的獲勝的話呢 那接下來四年 我相信民主黨也會很認真的考慮 比特幣跟加密貨幣這個板塊 是不是要走向一個 這個對於比特幣跟加密貨幣 比較友好的政策 所以長遠來說啊 我認為呢 雖然說今天這個Kamada Harris 沒有出現在比特幣大會上 但是呢 我已經可以看到這個接下來四年 這個民主黨 他們對於比特幣還有加密貨幣 會從這個比較hostile 就是比較敵意變成比較友好 然後往下可以看到 這個David Bailey 就是比特幣大會的這個主辦方呢 他表示說 這個Kamada Harris will not be speaking at the Bitcoin conference No surprise 沒有感到任何的意外 What can she say to us when she's actively imprisoning developers 就是他到大會上 他能跟我們說什麼嗎 因為在最近的三年半裡面呢 他不停地在打壓 這個區塊鏈技術的這些開發者 還有一些在美國境外的 這個區塊鏈的板塊 還有區塊鏈的項目 然後同時他也不停地在攻擊POW 就是這個比特幣使用的這個挖礦技術 所以如果他真的出現在比特幣大會上的話 You'll be a disaster for her 就會是一個很可怕的災難 All eyes on Trump now 就是現在大家都把關注 還有這個眼球 放在川普總統會公佈什麼樣 關於加密貨幣跟比特幣的消息 那以上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題 那雖然說結果是這個Kamada Harris 不會出現在比特幣大會上 但是我相信在接下來四年裡面 民主黨也會對於加密貨幣跟比特幣 從這個比較hostile 就是比較敵意 然後變成一個比較友好的態度 那至於他們到底會不會這麼做 到底會不會照著我的劇本走呢 就是我們接下來四年 可以持續關注下去的一個現象 OK 那我們在進入今天新聞之前 先來看一下比特幣的走勢吧 比特幣現在是在66,300多 那昨天稍晚的時候 是有跌到6萬5千多的位置 那我們如果以週限來看的話 上週比特幣的週限是收得非常漂亮 收在這個200天均線 牛市支撐線 還有66,200多這個主要的支撐位 跟阻礙位的這個上方 那這週開始到現在 目前看起來它是有一波回調 但這個回調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那現在看起來是在這個牛市支撐線上軌 得到一些支撐 那現在比特幣價錢是落在這個66,200多的位置 就在這個關鍵的阻力位 跟這個支撐位的地方 那如果純粹以這個技術分析來看的話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健康的回調 如果這次的回調只到6萬5千多 然後就要持續往上攻的話 下一個大家要注意的地方 就是71500多的位置 那比特幣有沒有辦法突破71500多的位置 可能就會決定在月底前 比特幣有沒有機會再創新高 那現在離川普出現在比特幣大會上 還有大概三天到四天左右的時間 那最後這三到四天裡面 比特幣有沒有辦法產生一個12%爆拉 因為漲大概11%12%就會創出歷史新高了 這個機會是存在的 因為在三四天漲12%對比特幣來說 是輕而易舉可以做到的事情 所以在這週末 川普出現在比特幣大會之前 這個比特幣有沒有可能 因為by the rumor sells the news 然後再創新高 就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關注的一件事情 那第二要帶大家看是以太幣的走勢 以太幣目前是回落到3400多的位置 那在昨天這個觸碰到3600多 這個強大的阻礙位之後 就開始迎來了一波回調 那現在是跌到3400多一點點的地方 那在這邊可以看到 這幾條關鍵的支撐跟阻礙位 都是我好幾個月前就畫出來的 那現在看起來還是非常非常的管用 那以太幣在上週觸碰到3500多的位置 就是這個阻礙位的地方 就遇到一些回落 那現在跟比特幣一樣 也去碰到牛市支撐線 那接下來有沒有辦法反漲 就是比較值得大家關注的事情吧 但大家都可以看到 右邊這個綠色區間 是我畫出來的 就是我認為進入到這個綠色區間 才是這個山寨幣可為蟹 這些暴漲會發生的時候 所以我們離這個綠色區間 還有幾個月的時間吧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握機會 在最後這個兩三個月的時間 這個囤積更多你喜歡的山寨幣 OK 那我們開始看訊問吧 第一個訊號要跟大家聊的是 這個 Kraken 他們已經完成了所有 Montgox的比特幣還款的動作 但是Creditors aren't selling Bitcoin 就是說這些拿到還款的這些欠債人 他們並沒有馬上的變賣這些比特幣 那之前很多報導都在說這些 Montgox的受害者 他們拿回他們的比特幣之後 99%都會變賣他們手中的比特幣 那這件事情在幾天過去之後 確認是不正確的 那當時我有跟大家說 這個99%都會賣 這是太誇張一點了 那現在事實的確也可以看到 拿到比特幣還款 大部分的人都是選擇持續的持有它 至於 Kraken還款的部分 是佔了大概36% 就是36%這個Montgox的受害者 是透過這個 Kraken去還款的 那還款之後呢 這幾天雖然說比特幣有稍微回落一些吧 但是這個賣壓呢 並沒有像大家想的這麼可怕 在下一個新聞我們也可以看到 這個Big Stamp這個交易所呢 也將會在這週四的時候 開始進行一些Montgox的還款 所以剛剛Kraken雖然已經解決了 這個36%賣壓 但是這週四呢 Big Stamp也要開始還款了 那至於這件事情 會不會對於比特幣的價錢 造成更大的羈押呢 這個真的是很難去拆啊 這也是我常常跟大家說 這個永遠不要拆市場會怎麼走 因為今天如果你看到一個新聞 認為說這個是一個壞消息 然後這個比特幣價錢會往下砸的話呢 往往這個比特幣反而都會漲 然後另一頭呢 這個往往大家看得到的好消息 例如這個以太幣先貿ETF 通過開始交易的這件事情啊 反而導致這一兩天 這個以太幣價錢有一些回調啊 所以永遠不要去揣測說 這個市場到底會怎麼走啊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對市場各種走勢都做出準備啊 不管它今天漲或者是橫盤或者是跌呢 如果今天你都有這個相對應的策略去應對它的話呢 你就比較不會受到這個價錢波動的影響啊 因為這兩天呢 光是這個Montgox還款的事情 跟這個川普即將在這個比特幣大會上 這個進行演講的事情呢 就產生非常非常大的分歧 就是一個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消息 就是Montgox這個還款的事情呢 可能會給比特幣市場帶成極大的賣壓 但是同時另一邊呢 這個川普總統在這個比特幣大會上 你又不知道他講什麼東西 這也可能是非常非常利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在這個前夕呢 這個多空的攻防戰啊 真的是非常非常刺激喔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看我的觀眾朋友應該都是長期的持有者 所以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一個長期持有者的話呢 它這個橫盤或者往上漲或往下呢 跟我們都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喔 那我們主要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慢慢的透過DCA的方式呢 把這個美金跟現金呢 直接變成比特幣喔 那長期下來呢 因為美元持續會虧損 比特幣持續會隨著時間增加它價值的關係呢 這個決定呢 這個長期下來一定會是一個正確的決定喔 下一個訊號要跟大家聊的是以太幣的現貨ETF 那在昨天第一天的以太幣現貨ETF的交易下呢 這些以太幣的現貨ETF呢 一共是得到一個107M的Inflow 就是永遠有一個107M 就1.07億美金的這個流入啊 那總共的這個交易量呢 是來到了一個Billion美金之多啊 所以不管這個價錢怎麼樣波動 怎麼樣震盪呢 這個第一天的以太幣ETF的交易呢 還是非常非常熱絡的喔 那我往下可以看到更多消息啊 跟這個比特幣的現貨ETF比較 這個比特幣的現貨ETF呢 當時第一天是迎來4.5Billion的交易量喔 跟這個以太幣的現貨ETF 1Billion呢是多了4.5倍 然後同時呢 比特幣的現貨ETF第一天呢 是迎來一個600M的流入啊 就是6億美金的流入喔 跟這個以太幣的1.06億呢 也是多了將近6倍之多啊 所以在這邊就可以看到 這個以太幣現貨ETF的這個需求呢 跟比特幣現貨ETF相比呢 還是擁有一段的差距喔 而且還是一個不小的差距啊 但是同時呢 我相信這個需求是由這個價錢帶領吧 因為最近這個以太幣的價錢其實並沒有暴漲啊 如果你說最近幾個月這個以太幣的價錢 從這個3000多已經拉到6000多的話呢 那我相信這個以太幣現貨ETF的這個需求啊 就會高出非常非常多喔 因為當時這個比特幣ETF上市的時候呢 比特幣是已經迎來一波這個翻了3倍以上的這個漲幅啊 我在我節目當中呢 也非常非常常告訴大家 就是大部分的這個情緒啊 都是由這個價錢去帶動的 並不是由消息去帶動的 所以我相信這一次以太幣現貨ETF的這個launch呢 就是這個開始交易呢 是因為價錢沒有上去 所以造成這個需求沒有想像中的多喔 但是如果你把目光放遠的話呢 這個以太幣現貨ETF長期下來呢 一定對於加密貨幣市場是一個這個很好的消息啊 那我相信這些以太幣現貨ETF呢 在這個長期的發展還有需求呢 應該也是會這個逐漸增加啊 那至於這個以太幣現貨ETF 到底這個需求是高還是低 我相信會在接下來幾個月這個我們都會得到答案喔 今天最後的訊息要跟大家聊的是 法拉利即將在歐洲的dealership 就是歐洲的車行呢 也開始推出這個加密貨幣支付的服務啊 那關於法拉利接受加密貨幣這件事情呢 在去年呢在美國推出之後啊 這個需求就是非常非常好 那因此呢這個法拉利決定啊 在這個7月底之後 就8月開始呢 在歐洲的所有法拉利車行呢 你也可以使用加密貨幣的方式去支付喔 那他們合作的這個支付平台呢 是使用BitPay 那透過BitPay的方式呢 這個在歐洲的這個法拉利車行呢 你就可以直接使用你的加密貨幣去購買法拉利喔 然後往下可以看到這個法拉利他們表示說啊 他們的目的是在2024年年底呢 讓全世界這個加密貨幣合法的國家呢 都可以使用加密貨幣去購買他們的車子喔 那這件事情呢就是所謂的mainstream adoption 就是在現實生活當中呢 真的可以讓你使用到加密貨幣喔 那在未來當中呢 我相信不只是法拉利啊 我相信各大名牌啊 不管是愛馬仕啊 或者Gucci啊 或者LV啊 我相信都會在接下來幾年裡面呢 這個逐漸開始全面的接收加密貨幣喔 然後我也相信這個接收加密貨幣的品牌呢 會從這種高端的品牌呢 逐漸走向一些平民的品牌 然後直到這個像一些普通的品牌 如Zara啊 H&M啊 這些品牌如果都開始接收加密貨幣的話呢 到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正式的走向加密貨幣全球化了 所以這真的是非常非常讓人感到興奮的一件事情啊 那至於這件事情會花多久呢 我相信呢應該會在接下來的五年這個陸續的發生喔 那今天新聞就跟大家聊到這邊啦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節目 辦法幫我點個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明天見啦 掰掰 Bye So remember my friend, it's not just about games Mindset is crucial to conquer all pain Stay strong and focused through markets darkest night Believe in your dreams, and let your success take flight